公主通小齐皇 大人您就放心吧 公主通小齐皇这事啊 几个来着啊 大人 如今陈渊姐伤兵遍地 宿水家人也就罢了 要是其他人也来求援 闹出了声响 只怕不好收拾啊 大人您放心 公主通小齐皇之事 绝对不会有 第七个人知道 好 都是哪六个人 您我公主宿水 宿水他老爹 加上那个乌蛋 好 就这六个人了 不能再躲了 属下明白 公主 嗯 公主 求求您救救我家小弟吧 他怎么了 他的这场伤本就受了伤 又在大殿下进禅婚窟受罚 一时间没挺住 就昏过去吧 你快扶他坐下 好 来 他是大殿下亲信他早就知道 不过大人您放心 公主 公主 公主通小齐皇之事绝对不可以有 第一 第九个人知道 好 他没事吧 你放心吧 他身子骨壮实 想必是力竭所致 没什么大碍的 谢谢公主 公主妙手人心 属下斗胆 请公主医治一下属下兄弟的兄弟吧 他也在归虚之战中身负重伤 你速速带他前来便是 我们会见死不救的 老金 谢谢公主 谢谢公主 来 慢点 冷静 冷静 慢点 但是放心 公主通小齐皇之事绝对不会有第一 第一 十人知道 公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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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快救救他吧 宋水 公主 公主 你快救救他吧 公主 宋水 公主 我来啦 我来啦 都 都 多少来着 大大快 大人您就放心吧 公主通小齐皇这事啊 几个来着啊 大人大人 你们还有个 洞水洞水 给钱的给钱 封嘴的封嘴 也不知道能堵住这百十来人的嘴巴 我说大人啊 怎么就不能跟公主剖析明白这利弊 只要她不那么心软 咱们就不至于这么费劲了吧 让她见死不救 只怕比补归须还难 再说了 我刚许诺过她 让她一生纵情自义 转头就拦着她治病救人 她该如何想我 人生不如一十之八九 自义一生 我看断无可能 就是头破血流 我也要让她事事顺意